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aytrader的频道 这几天甚至是三个星期以来 对于daytrader应该是一个不太好过的时期 因为现在这个股票呢,它的波动真的不是特别的大 而且呢,它有很多的fakeout并不是breakout 然后呢,它的Dow Jones或者SB500虽然是在逐渐的攀登新高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的账户其实是有一些股票跌跌不休 一直都没有涨起来 所以呢,我们在daytrader这个世界里边 大概三个星期左右都是很难过的了 在这段时间,希望大家呢,多学习一些这个关于daytrader的这些技巧 等一旦这个市场回来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这个武装待发的 然后呢,进军新一轮的这个挑战 但这期节目呢,其实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关于这个做daytrader的一些语言是非常的重要的 如果你今天已经join了一些discord这些chartroom啊 或者是跟着任何一个老师在学 他们有的时候不会考虑你是哪一个level 然后呢,会讲一些很多的词你听不懂 这和我刚刚做daytrader的时候是一样的 比如说他今天会说,哦,今天不要太fomo啊 fomo或者是这个stock是htb 然后呢,今天你也是要看short还是要看long 过一下就有short squids怎么办 这些词我刚刚听的时候,我的天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像我自己在云里屋里完全的听不懂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说 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这些词都是什么意思 那我的daytrader生涯可能会简单的很多 我把的所有的词呢,全部都记起来 今天在这期视频里边尽量的跟大家分享 希望呢,大家在做daytrader的时候呢,不要走太多的弯路 然后呢,我们先把基础打好 等市场一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再加油,再继续 好,我们先从大的来说哈 长线的投资和这个短线daytrader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看的基本面不一样 所以这里边就有两个词 一个是叫做technical analysis 另外一个叫fundamental analysis 这两个呢,一个是技术面的,一个是基本面的 作为daytrader来说呢,其实我们看的是这个technical analysis 也就是说这个chart 整个你可以看得到它整个一个历史的一个走向 主要我们看这个technical analysis呢 主要是我们会在这个图表上边会自己标记出这个support level和resistant level 这两个level呢,其实我在前边的视频都有讲过 这个对daytrader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两个level并不是一个非常神奇的 不可以说我是初学者我就不会画的一个level 其实呢,这个support level呢 就是历史上的几个最低点 你把它画成一个直线,把它支撑起来 那这个resistant level呢,正是相反 就是说历史上的几个最高点 你把它支撑起来的话 它就是一个支撑的点 为什么这两个点是对于daytrader非常的重要呢 如果你今天是做long,看long的话,看账的话 那我们呢一定要买在这个support level 也就是最低点 那今天你要是做shorting的话 那我们记住一定要在这个rejective level的地方呢 非常非常的小心 所以对于daytrader来说呢 这个technical analysis是非常的重要 历史的走向 但是对于这个fundamental里边的 比如说earning啊 它是哪个sector啊 PE ratio 这些其实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但是呢大家要了解这个词的意思 接下来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support和rejective 这两个对daytrader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前几期视频我们讲了很多遍了 所以在这里就不多做重复 大家记住这两个词的意思 可以回去看以前的视频 那接下来呢 刚才有讲到说我们是看long还是看short 这两个呢 其实我也有说过 第一个long就是看账 short就是看跌 它是怎么样玩的呢 就是你看long的话 当然你要buy deep 在一个support level 就买进来 然后呢 接近rejective level的时候 卖出去 如果它有break out 你是非常的这个lucky 那当然你可以等到它的break out 升到最高的点 但你上moon的时候 月球星球的时候 你再把它卖掉的话 这是一个 在这里又出现一个新的词 一个叫做break out 一个叫fake out 在这个daytrader非常非常重要 break out呢 就是说在历史的最高支撑点的时候 它这个突破了 我们叫它break out 那什么叫做fake out呢 就是说它呢 好像是在这个rejective level呢 突破了一下 马上就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break out 所以呢 作为daytrader来说呢 大家可能会注意 如果有人提醒你说 那可能是一个fake out 不是一个break out 那可能呢 这个股票呢 你就做这个short比较好 就不要再继续的做这个看long了 接下来讲到这个long和short 那作为这个short来说呢 我其实有分享过很多的daytrader呢 90%最赚钱的就是这个做这个shorting这个动作 那shorting呢 而这个股票呢 也就是说本身你自己是没有的 你要看觉得它会跌 你在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 你觉得是一个高位把它买进来 然后呢 你去short它 等到你想close你的position的时候 叫做buy to cover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的很多broker呢 它是不允许你做shorting的 因为你没有merging account 甚至呢 它上面会给你写着说 是这个etb或者是htb 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etb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easy to borrow stock 那这种stock呢 你在很多的这个brokerage 它就会借给你做shorting的动作 那这个htb就是hard to borrow stock hard to borrow stock的意思就是说 它没有那么多的这个share去借给你 那当然你借的时候呢 是有一些broker 我介绍过 比如说像这个cobra centrapoint和tradezero 这些是专门做shorting的这些网站 那你就可以很easy的去借到这些hard to borrow stock 但是每个stock它都是有费用的 基本上来说是什么0.01 cent到这个10 cent左右 这样的费用如果超过10 cent一个share的话 那就是有点太贵了 所以你要做shorting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你整体这个费用 这个borrow fee啊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cover 没有close你的position 那可能要等到明天 你要带你这stock overnight 它还有个overnight fee 所以这些费用呢 大家在看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计算好 然后呢做好自己的risk management 再去做这个trade 说到risk management这里呢 就有一个两个非常新的词 一个叫做risk reward ratio 另外一个是risk management 当然risk management呢 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都了解 就是说你的风险管控 那风险管控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risk reward ratio 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看呢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trade 然后呢我是投资这个5000块 但是呢我risk100块 然后呢去赚到100块 那你的risk reward ratio就是1比1 那如果今天我risk100块想赚到了1000块的话 那你的risk reward ratio就是1比10 所以一般来说呢你要是能有这个1比10的ratual的话 简直就是amazing 就是有一点不太可能 现在的市场来说 一般来说都是1比3 1比2 1比5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如果像现在这个市场是非常不好的情况下 因为它可能是有一个fakeout 然后呢看着像breakout 跪一下呢就直接跌下来 跌到谷底的时候 这样的话我们的risk reward ratio 大概都是1比1左右 也就是意味着今天你想赚500块 你就有可能会损失500块 所以呢大家呢不太建议现在做了day trade 所以就是一定要了解这些的基本上的一些风险再去做 接下来常常提到的一个是red x green 其实这两个就是一个颜色 大家这个炒股票的应该都很清楚 red呢就是closing red 就是那一天呢 它是比前一天的closing的话是跌了很多 那如果今天它是closing green 那就是说今天的closing比昨天呢会这个涨了很多 所以呢作为这个day trader来说 自己的当然这个p&l的话 希望是每天closing green也好 但是你在看这个这个这个technical analysis 上面那个day intraday chart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candlestick有不同的颜色 这红色呢就说明前一天那只跌 绿色呢今天就是涨 有很多接下来我以后会跟大家 分享说不要trade 不要short on first green day 或者是short on the first red day 这样的词呢其实都是跟这个两个颜色是非常有关系的 但是呢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希望大家就了解 说这个red和green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好了今天最后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词 就是说这个backholde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在做day trade里边来说呢 backholder是非常非常忌讳的 就是说你今天呢你的risk reward ratio可能是1比1 但是到了你的那个要stop loss的时候 你没有stop loss 然后你就把这个股票留在自己的account里边 想说他哪一天会涨涨上来 然后呢你就把你的hold和你这个hold这个动作就是kill这个dayholder的一个最大的敌人 所以希望呢大家在以后这个做day trade这条路上呢都是这个不要走太多的弯路 我也走过很多很多的弯路 所以呢在这个youtube里面想做很多的有意义的视频和分享给真正想做这个daytrader的这些伙伴们小朋友们 因为做daytrader呢他真的不是说你今年你做了你一天真的可以赚这个5000啊1万啊这样的一个工作 你是这个日积月累你的经验也好还有你的这个基本功也好 一般来说三四年以后的话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持续这个有受益的一个daytrader 但是前两年呢你真的是要付一些的学费真的是要有很多的screen time 真的是要学习很多你该学习的 大家想说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他今天可以赚这么多钱的话 当然他已经学了七年八年九年十年 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学的情况下今天就jump into the star market了 你想赚钱那一次两次可能是lucky 你想一直赚下去的话这真的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计划 好吗反正我是已经做好了这个打长久战的这个这个决心 所以呢才开了这个channel 如果真的喜欢daytrader的小伙伴们希望在这里能交到你这个朋友 然后呢我们一起在daytrader的这条路上边呢一起艰苦的这个奋斗 然后呢一起赚钱一起享受 喜欢这样内容的小伙伴麻烦帮我这个订阅点赞和这个评论 然后呢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